我hello dance真的编舞绝了 然后做了很多扇子的道具 然后包括音乐的编排 然后整个队形 然后那个 整个故事的流线性 真的很佩服 接下来核心武器 乔治 黄霄 以及著名今天舞蹈家 骆文博 看了第一季 第二季 我觉得在舞台上出现过蒙古族舞 出现过维吾尔族舞 但是真的没有出现过朝鲜舞 然后我就想做一个大胆的尝试 我觉得朝鲜舞跟街舞的一种融合 一种创新 因为我本身跳舞就很松弛 朝鲜舞就需要松弛 所以我觉得好像还挺适合我的 但是乔治老师可能就有一点吃力了 乔治老师就会耸肩 耸胳膊 然后手指将腻 然后我就每天给他抠动作 不要用手指的手外 来 来 要耸肩 耸肩 耸肩 好 好 再注意一下这里就更好了 右左 头头 但乔治老师很幸运遇到了我因为 因为黄老师的小课是很贵的 是很贵的 是 快练习 第一季 只能在十分钟内把它说一下好吗 好吗 好 好 快练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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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我觉得大家融合的都非常好 而且乔治还有一个非常擅长的一面 就是他拖举 还挺令我们惊喜的 无论拖女孩还是男孩 装人的托举 还有别人装没 有 除了这 我们上一场 咱上一场用老婆走了 是吧 咱俩上一把有个动作 咱俩给他们表演一下 你表演一下 好 可厉害了 好 开始 表演 一 好 我们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 哎 要掉了 好 我是这样子 好 然后 一 二 二 二 三 对 就是这样子 然后还有那个给他们表演一下 对 想饮了 只表演这一下 不要失误了 走 这个 这个丽玉美 这个还可以 这个厉害 是不是 还挺酷的吧 这个挺棒 哇 巧克力 对 很厉害了 所以得用上我们 其实我们很配合的还挺那个 陪伦茂琪老师 快挖掘一下 走 就是他们两个合作是非常合的 因为乔治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就是因为跟黄霄搭 然后让他有勇气去跳舞 因为他最开始觉得 B-boy就是要玩技巧 玩技术 玩身体 对 然后后来就是跟黄霄去搭这个组合 他觉得那我也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有 动作的展示 他就觉得挺好的 也去琢磨 我就觉得民族民间舞 跟街舞之间的这个兼容性 还是蛮强的 排起来我觉得 氛围还是非常好的 两位舞者真的给我好大的惊喜 我觉得这一次排练最好的就是 感谢自己和感谢老师们的不妥协 只有我们自己双方的不妥协 才能碰撞出我们今天最好的这个效果 好 核心武器压轴大戏 大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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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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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就怎么说呢 本来我是一个B-boy 然后之前跟 肖师傅他们 跳这种contemporary的 这种舞种的时候 就已经 contemporary 对 就是那种编舞 其实对我来说就挺难了 然后这回 这就是 这就是男上加男 一环比一环男 来 洛文博 因为我们的舞种 非常不一样 尤其是B-boy 和那个爵士 还有民族舞的舞者 相融合 从动作上面 我们也是找到了 两个舞种的一种 最恰当的一种融合方式 然后我觉得今天 大家表演的也 非常的尽兴 而且张艺兴老师 还教了我们一个 非常帅的耍扇子 来 展示一下 一 二 三 其实是这样 这个事儿啊 我那个 我得跟大家补充一下 本来排的时候 我不是这么走出来的 本来我是边耍扇子 边走出来的 然后排练的时候 就发现这四周全是疯 我就怕失误 有点担心 我就没做 来一个 来一个 你来 我已经到这了 哎呦 哎呦 幸好没有用 幸好刚才没有用 主要是有缝 全缝 哈哈哈 有我们成都话 就说人本拐导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本来挺帅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